有哪些东西 第一个 这边有个论坛 如果说你之后的影片也要收到的话 请各位自行在申请这个论坛 OK 申请方式下面有说明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安装环境 刚刚讲的 那再来就是云端白板 我们待会就是第一个单元 环境建制 所以你把它打开来 那我会按照下面的步骤 跟各位说明 如何把那个懒人包 把它建制起来 那我就有说明一下 因为其实 主要是费用问题 因为这个软体 其实现在很多厂商 还是会有成本考量 那如果你 一个工具 什么都要钱的话 那当然 就是成本 所以 Python 它的好处就是 不需要花费 那只是说呢 我要怎么样 把这个环境给建制起来 第一个把这个两个档案放在C叠 放在D叠 不要放在D叠 不要放在C叠 那解压缩之后就两个资料夹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已经解出来了 在这边 解出来了 就是 Eclipse Python 这个的话呢 实际上就是我们的开发环境 主要是它 靠它了 然后后面这个地方 这个是函事库 所以我们待会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呢 先开启Eclipse 然后告诉Eclipse呢 我们的Python的函事库 放在旁边 就指向它就可以了 也就是把这两个环境串在一起 OK 那一个有点像是前面的画面 开发环境 一个是后面函事库 看不到的东西 就是Library 函事库部分 那怎么去设定呢 一 请你先打开 这个Eclipse Python 二的话 找到这个图示 OK 把它点开来 打开来之后的话呢 这个时候呢 其实就可以run 不过呢 假如说呢 你们回去呢 同样的方式做 发生问题的话 可能会出现这个画面 这个画面是什么呢 就是 它说什么呢 Java的run time environment 它找不到 就是JRE和JDK 意思就是因为Eclipse 它是用Java写的 它需要Java的一些函事库 JRE或JDK都可以 如果 因为我们现在电脑里面 已经有都有装了 理论上大部分都会装 因为 如果你有装一些什么东西 它理论上会装这些东西 但 如果你的电脑太干净了 什么都没装过的话 那有可能会跳这个画面 那如果你跳这个画面的话呢 请你去找这个东西 但在哪边找 其实云端上我记得有放 在哪边 在那个 就刚刚那个什么呢 安装环境旁边 这边有个什么 JDK 这个 那特别之后 你可能要装的是X64这个 因为我的2019这个是X64 64位元的 那这个是那个32位元的 i386 所以如果你要 你就把这个下载下来 然后把它装在你电脑里面 再重新开 那个画面应该就会消失了 OK 大概是这样子 那所以呢 我把它打开 第一个呢 开启这个之后呢 他这边会问你说 请问一下 你将来的那个工作区要放哪里 意思是 你将来写的城市要放哪里 那Workspace 这个什么Workspace 你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资料夹 这个资料夹 城市的资料夹要放哪里 我是建议不要放C碟 因为放C碟将来 你可能呢 这个下一次来的话都不见 因为它还原 所以我建议 第一个请你把C碟号 先改成D碟号 然后后面的话呢 这些东西 你可以把它delete掉 留下什么 一个目标就可以了 这个就是 意思说在D碟 我把这个Workspace 我现在写的城市 都放在D碟的 这个Equilibus的Workspace里面 那如果你觉得这个名称 不好记的话 你可以什么 习惯我是把那个 这个Equilibus 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Python 意思是说我这个是写那个Python的Workspace OK 不过我是建议啦 其实这样一杠 像一般习惯哦 我不太喜欢用这个一杠 因为这个一杠很容易冲码 但是Equilibus应该是不会啦 不过我还是建议最好把它改成底线 因为基本上所有符号都有可能冲码 唯一不会冲码的就是底线 比较安全 但你不做 应该好像也不会怎么样 不过有时候我们尽量尽量还是显成是最怕就是有一些小问题 小问题 卡办呢 那我就把它放在低碟底下的Python这个目录 按一个Launch 好这个时候的话呢 我Equilibus的环境就打开来 打开之后的话呢 它会把它展开来 它有一个Welcome 先你把它关掉 OK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它会出现说 create了一个Java的Python吗 也特别是呀 我们现在不是写Java 不过你会想说 老师你为什么装了这个环境 它秀出来是写Java 我们又不是要学Java 我们要学Python 我跟各位讲 因为Equilibus这个环境非常好用 它可以写非常多的影片 CC++Java 什么PHP啊 JS一堆都可以写 但问题目前 它没有 还没有出写Python的环境 那不过有出什么 出那个 让这个环境可以写Python的外挂 所以其实这个环境 我已经帮各位 已经加了一个外挂 是可以直接写Python的外挂 OK 只是说呢 我们现在还必须要做一些设定 那才能够开始写 这个所谓的Python的专案 那设定的方法 特别是要底下我有打开 在这里 这个Pephonics这边 把它做设定 设定的方式就是说呢 你要让什么呢 让那个我们Equilibus 找到我们的这个Python的目录在哪里 OK Python目录里面有一个Python.exe 因为将来我的模组 要能够run的话 一定要透过Python.exe才能run 所以我要告诉大家说 我的Python的.exe在哪里 所以设定的画面就是这边很小 那我设定给各位看一下 一找到Windows的Preferness 二的话呢找到什么呢 记得哦 外挂的名称叫PyDIV 那当然呢 这个PyDIV我已经帮各位装好了 这边就会出现 PyDIV里面有一个叫Interpreters 这边你把它再展开 它其实这边比较麻烦一点 那展开之后 这边也有一道Python的Interpreters 就是这里 接下来的话呢 他会问你说 你的Python.exe在哪里 有没有 在这边 我就告诉他说 Browse一下 我告诉你 我的Python的位置 在一样 在低碟底下 在哪里呢 这个有没有 就这个东西 Python.374 其实就是3.74的版本 目前好像最新已经到3.8了 不过不管 其实基本上 新的跟旧的 目前呢 我以我们现在基本用途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OK 那打开之后 记得哦 37是这个 跟他讲说 我的EXE在这里 按开启就可以了 我帮你找到我在这里 然后你按OK 他会做什么呢 因为你这个EXE本身 还会关联到很多的Library 一串的 不是一个哦 他本身还有很多东西 所以他什么 他会自己去抓 抓 按OK 他跟你讲说 我帮你找到吧 你有很多DL在这边 还有LIB 就Library 韩式库 还有呢 你的目录在这里 还有你如果将来 从网路上抓一些 外部的package 也在这里 按OK就可以了 好 是不是这些呢 是的话呢 那你就apply 这个是防毒程式 这个是防毒程式 这个防毒 允许 允许 OK 派本 他这个允许一下 OK 好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就直接就按apply close 就完成了 好 这个时候的话呢 基本上我们就开发环境 跟这个所谓的那个python 叫二合为一了 另外的话他会跳出 要不要封锁 当然不要封锁 你要允许他 好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完成第一阶段了 就是把二合为一了 等一下的话呢 再来跟各位讲 如何开始写我们第一个python的程式 怎么样新生砖呢 我待会再来看 OK 请各位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